講到MOD這個東西 那個時候剛推出的時候 我也本來還不知道 我對這種3C產品也不了解 後來是有一個製作人跟我講 你知道嗎 這裝MOD 你要看A片 你就不用用CD看 什麼 什麼 C哥都帶TVD player 對 這樣他可以畫 那些迷片的話 他直接那個後面 三百多台那個有什麼 我裝MOD最主要是因為要看那個 太耐實了 這個合理 所以我老公也沒有要當上 對不對 他也是什麼平台買好買滿 然後最誇張是這個 他的電腦 手機 手錶 全部要買保險 然後自己的醫療險 還摳得要命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老公 他就不想給你 我老公也不想留給你 不想留給我 難怪 他就是很寶貝 他自己的3C產品 然後他很喜歡買那些 新的手機 然後電腦 然後還有像是那個 你知道蘋果的手錶 然後每次他去買的時候 一買那個人就問說 你要不要保險 你的手機或手錶什麼 他就說當然要 他說那你要保什麼 一千三千什麼 不用跟我說這麼多 最貴的就對了 就是你就給我最好的 我就是要把它保好保滿 我就想說OK 那你保險就是 你想要愛護它OK 問題是他保固 只有一年兩年的時間 說實在這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你會怎麼樣去破壞它嗎 或者是它可以爛到什麼程度嗎 怕不見 那個老婆一要插手機的時候 帥 又欣哥 你這什麼不良心 總之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為什麼要保這個呢 然後最妙的是 他的就是自己有保什麼 醫療險那些 然後每次保險業務員來的時候 他光那個保單 他跟我討論很久 他就會說這個住院需要嗎 這個手術好像也還好吧 癌症也不一定會得嘛 然後我就想說你怎樣 你手機都保成這樣 然後你自己的醫療寫 然後口的要命 誰啊 手機是會住院嗎 對 他的觀念真的是有問題 觀念 這個是價值觀有一點 但是 但人夫們你們到底有什麼毛病 為什麼什麼電信 哪這種費都沒有在節制的 我就在說你 你手機就這樣摔 你有在節制嗎 他剛剛一直在講他們這樣 對啊 你都沒有在節制 我不是沒節制 但是因為之前那個沒有結婚的時候 然後身邊沒有人 所以那我很愛玩那個 手機的線上遊戲 我是那種 會打到整個 Hardcore型的 手遊喔 整個伺服器到那個 前三名的那一名 好厲害喔 那你可以當直播主啊 你可以電競 因為我又很討厭用電競當直播主 然後你就用 你昂擋戲拍成這樣 你還有時間 就是昂擋戲隨時隨時隨地 我都可以 我有那個一不小心一天 人家打仗 一不小心一天就 十萬塊不見 好啊 會痛喔 刷 買裝備 然後買升級 然後馬上去打 那個 你好 我太太是做手遊的 真的 我太太是做手遊的 你真的需要來玩 請你盡量來玩好不好 這算大戶嗎 大戶喔 超大戶 我小心 但是只有那一次 然後以前平均一個月 平均一個月大概要畫到 六七八不等 好誇張 你演戲那麼辛苦 但是我現在結婚以後 結智了 砍一半了 大概在兩三 可是你那些裝備可以賣 兩三也是很恐怖啊 所以這一集要播出的時候 他們說會告訴我 我應該會帶我老婆出去 好 現在就是 因為經濟大選是 在老婆這邊 然後零用錢拿來買 就是 我也沒有多的錢買裝備 那太太不網購的嗎 我不太網購 我不會網購 然後 但是我那天聽她講 我老婆是 蝦皮的 白金蝦 蝦得很頂級 但是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她要花多少錢 才會變白金蝦 那只是我家附近的四大超商 現在不是進去都 ㄉ一下量體溫嗎 對 我在量體溫的時候 白金蝦 您好 白金蝦 不敢了 不敢了 我在量體溫的時候 ㄉ一聲 我走到對台 我的貨在桌上 因為他已經知道你要 我說我今天是來繳費的 那貨拿不拿 你老婆的 我說拿 買成這樣 四大超商已經都 認識了 連那個新竹貨運 我今天剛出門的時候 我剛下樓 剛下樓貨運來的時候 有 我家樓貨嗎 有 你等一下 叫我拿 但是到底買什麼 那你就讓他看這集那有關係 他也買成這樣了 所以 但是我還是沒有告訴他 雖然他在蝦界是白金的 我在我的點數界也是白金 其實在3C商品的花費當中 你們剛剛都講到 就是你是玩遊戲 對 那個是 你們是什麼 總機 刷卡 對 那我是不一樣 因為你知道我是 要跟人家講另外一個話 我是比較藝術家個性 我不太喜歡會斷掉的東西 尤其通訊軟體 那我們常常出國的時候 我就會開通漫遊 因為我覺得我在國外要談事情的時候 不用蕊通告 或是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要用漫遊來跟人家講話比較好 我老婆就覺得你為什麼要開漫遊 因為你每次去七天 你算一算幾千塊就不見了 對 他說你應該到當地的時候 要不然就接Wi-Fi 要不然就是到當地買電話卡 我說Come on Time is money 我說我在台灣 我只要打電話之後 你幫我七天漫遊打開 就過了 而且又不會有那個 斷掉的怪物 曲哥也是很愛賣 我覺得很OK 但我太太她罵我 她自己又不是一樣 我們账單來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幹嘛呢 任何的例如說做食譜 有那種APP有沒有 上網去學的 你學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你必須要加值 對 她每一個都加 但是那個東西一加下去之後 她說我都是最低限度三個月的 可是我說你知道上面的合約是 三個月你沒有去跟她講 你要停的話 她就一直在下約 每個月後 那你槍看你的照單一來 都一直在續約 可是你根本沒有用 對 包括說什麼修圖軟體 女生不是美什麼什麼秀 她都要每一個都要下載 那就算了 LINE的貼圖 LINE前十名的貼圖 她幾乎都有 但是我覺得最痛苦就是說 你跟我在講話 你跟我用LINE在講話 你不用打字的 你傳六個貼圖給我 你要講什麼故事 你傳什麼故事 我跟你講話 我傳六個不同的貼圖 還有故事 還有呈現 好 你是不要跟我說話就對了 你傳貼圖給我 你現在猜 有道理 他是用導演的情況來拍給你看 對 還分鏡 有些貼圖有那種動作有沒有 是飽了嗎 我是覺得天啊 我怎麼每天在跟一個什麼人對話 還得猜出來 那終結是什麼 那我就覺得相對來講 我務實很多 我是為了要談公事 不要斷訓 但你是為了娛樂 享受 然後去學一些東西 但你沒有節制 那你不是在浪費錢嗎 而且大家真的不要再小看小錢 對 那累積起來很恐怖 很可怕 之前有一個人 他是在大陸每天去酒店喝酒 一花就是幾千塊 幾萬塊的人民幣這樣 但他為了就是一趟 從飯店到那個酒店的計程車費 比如說他每次一趟去 有五塊錢計程車費 但那一次他攔到一台 他收拾五塊 他就會這樣 我每次每天在這邊經過 才五塊錢 為什麼你要做食物 為什麼要這樣 他就為了這個十塊錢而已 價值觀 這個價值觀跟吵架 就被人家殺了 對 所以你看小錢不能小看 對啊 像我這個月兩個月的疫情 我都沒有出門 然後想說也沒有什麼辦法去逛街 就想說一定這個月 那個帳單來一定是 很開心的數字 結果一來 我想說為什麼 我都已經沒有買什麼奢侈品了 細看才知道 就是這些小錢 對 你不要說外賣 每天你整個累積一個月 很可觀 你看我太太這樣的叫法 她如果一天叫兩次 兩次都要什麼六百塊以上的 那你一天就大概多一千多塊 兩千塊 你這是每一天 而且每次點兩次 對 我那天真的 我就吳博益 我就查一下 我從今年初開始下載 然後這樣算一算 多少錢 很可觀 那應該是金博益了 白金博益 而且我跟大家講就是 這種金錢的價值觀 其實是夫妻吵架最大宗 因為這個殺傷力最大 像我們遇到有這種狀況是說 老公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所以他在賺錢 那他當然自己就覺得 自己有花錢的這個決定 他很喜歡買手機 然後都是買那個最新的 大概每半年 或是每一年 只要出新手機 他就買 那對太太來講 太太都在家裡面 那他做什麼消費 他就說 我在家裡都沒有做 出去做什麼消費 所以都很節儉 那唯一能做的就是什麼 看看劇 看看這個網路 就是做這些事情 所以家裡的網速 一定要是最快的 然後也一定要去下載 那什麼Netflix 這個可以看影片 然後聽音樂 這個KKBOX一定要是會員 各式各樣這種 只要跟看片看影像有關的 他統統就把它弄到最高級 到最後老公跟太太就吵架了 太太一直覺得老公浪費錢 一直在買新手機 然後老公一直覺得 太太浪費錢 一直在花錢看劇 那最後這個價值觀怎麼解決 真的 我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很多時候因為我們夫妻 我們並沒有學習過 怎麼樣共同來理財 那我們會建議 這其實也是一種人生功課 當你們夫妻結婚以後 可以試著考慮 就是去上一些共同針對 結婚以後的理財課程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可能有一些錢可以花 有一些錢要存 有一些錢可能拿來買保險 有一些人拿來做投資 而不是各自用自己想像的方式 去省錢跟花錢 預算 那因為你們一起上課 或一起學習 你們比較會有融合一個 共同價值觀 不然各想各的 可能都沒有錯 可是放在一起就是打架 那這最後就變成一個離婚的原因 沒錯 夫妻還是要多包容 像我聽到有些夫妻是 你的錢是你的錢 我的錢是我的錢 出去就是各夫各人 多拿我一百塊 你都要還我 我真的看過這種朋友 真的 然後你就說 尊一百二 不對 一百二十二 這個叫什麼 真的他就是要算得清清楚楚 可是他們也就是夫妻 沒有夫妻嗎 這應該叫 夫妻啦 有錢會贈書啦 有錢會贈書啦 對啦 一叫醒來就要先算錢 對啊 所以價值觀真的是 結束以後要先放錢 放在他床頭櫃 那也沒那麼便宜 把一百二十二 對 但是問題是誰給誰啊 一百二十二是找的啦 折衷 所以夫妻還是要多包容啦 這種金錢觀真的是 大家好好溝通啦 對 但我們今天內容 其實滿有意義的喔 因為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就找劉律師 對 他如果家有多餘的剩菜就給Vicky寫 對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今天一集 飲料喝不完就給他 沒錯 那其實夫妻去上什麼課 我覺得也是不錯啦 對 希望大家滿意今天的內容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到粉絲團留言 謝謝所有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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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誰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戰 新時態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不要 小鈴鐺喔 哈哈哈哈